不延期交付 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那也OK 最后一个流程 称为环境工作流 这个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在开发过程中 要准备好 是不是会有很多工具 要在团队内共享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文件 或者工具共享仓库 让大家都可以分享 第二 我们在开发过程中 可能会建一个 我们内部开发的讨论组 或者wiki 百科 这样子我们每遇到 什么技术问题 我们沉淀下来 以后其他开发团队的成员 是不是可以去查找 你说用不上啊 我们一共就俩人 我们互相去聊了就行了 但你要考虑到 有些开发团队 万一是200人的 对吧 你只认识你这一属的人 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个问题 其实别人也遇到过了 你去查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 这是我们的环境的一些工作流 当然这个环境工作流 也为了保障大家的一个工作舒适 你倒是说 我们的办公环境实在太差了 这个也可以支撑一些流程的改善 对不对 好 那么 针对这样的九个流 九个流 还有各种各样的角色 那么 我们IBM 我说了 IBM是主推我们的RUP的 所以 实际上他就出了一套 就是他就 准确说是收购了一套 收购了Rational公司的一套工具 就Rational这个工具 那么 我们知道 Rational Rose 我已经给大家简单讲过了 它是画UML的 那么实际上 我们Rational有一整套系列工具 覆盖了我们整个软件开发生命周期 Rational的Request Site 这个是用来专门去描述我们的需求的 描述需求 ClearQuest 是描述我们的需求变更的 你看没有 单独的需求变更 我刚刚讲需求变更是属于哪一块 是不是配置管理那一块 那么 辨证配置管理里面的需求变更 居然有专门的产品来做 就不足为奇啊 因为就连我们那个刚才说 讲的那个Buglist 都还有个专门的产品 叫Bugzella来做的 对不对 Rose 这个是老的 Rose98 现在是Rose7 用于商业过程建模 需求分析和构建结构设计的 这样可视化建模工具 你看 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 它描述了我们Rose 主要用在哪些阶段 主要就用在我们的建模 分析和设计阶段 而这个过程中 最更准确的说 就是 我在我们项目中 用的最多的就在需求和 需求和我们的设计阶段 还有 Soda 这个是整个过程提供产品 文档自动化的一个工具 有点像我们Jalladok 但比Jalladok牛啊 它还能生成商业文档 和Report报告 还有这个Purify 这个是运行错误的检查工具 还有Visual Qualify Quantify 这个好像是质量评估的吧 我看一下 应该是评测 也是性能和质量的评测工具 这个工具 是软件测试覆盖率工具 什么叫测试覆盖率 就是你现在写了8000个函数 我们现在测试覆盖了6000个 就在就占了6000除以8000的百分比 覆盖比 Team Test 自动化测试工具 Performance Studio 这个一看就是性能了 还有Clearcase 这顶顶大名的 Rational的版本控制工具 这个工具就非常强大 比我们SV强大多了 但是也难用得多 然后也复杂得多 也复杂得多 就好像我们当时在三星的时候 我们用的版本控制是用的Performance 是用的这个工具 我们在三星的时候 它也是收钱的 这个大家下来可以自己去 简单的去查询一下 它的简写叫P4 你看我们在各个环节 是不是都有各种各样的工具 这其实还不全 后来Rational还出了这个工具 叫Robot 机器人 忘了 转路 机器人 这个工具是什么 是模拟测试工具 这是模拟界面点击的 它会自动的去给你点那个产品界面 这样子 出现什么错误 是不是帮助测试很多工作 看整个软件工程 这个管理是不是真的不简单 真的要整好了 你真的要有一套工具来配合 以前我曾经想过 我也想开发一套Suit 开发一套软件工程 基于版本控制的 整个软件工程的这样一个控制 基于我们对模型的这样一套认识 你对流程的认识 清楚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发一个工具 来辅助我们的软件工程管理 对吧 好 就这样子 我给大家简单的过了一下 那么现在我来给大家举例子 形象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稍微休息化 稍微休息化 下面 我们就拿一个项目 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练 用这个项目 这个 这是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当这个项目演练完了 我还会再拿一个项目 再拿一个Android的项目 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你看 我们在项目的过程中 我在开发这个过程中 要求大家按照这样的一个文件加结构 这个叫Demand 我们换个操吧 Requirement 这样大家更容易理解 需求 设计 帮助 日志 计划 发布 原代码 学习 这个学习就是我们的技术储备 和预言 测试 按照这样的一个文件加结构 来命名 那你说上帝 你对这个文件加结构的命名 要我们遵循吗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现在觉得 我这个命名方式 比你现在的好 你就遵循 否则的话 不用遵循 那么这个叫做什么 这其实也是一个管理 这个是我们的资源管理 文件加结构 是不是也是属于我们资源管理的一个范畴 对吧 好 那么我们下面就按照我们的这个九个工作流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对吧 那么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个什么样的项目 这个项目介绍的话 就我用一段视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看我们我们 我们的文文字资料和各种各样的文档 多么全啊 因为我们有培训 这个项目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在零八年的时候 我主要是为了培养六个学生 带了六个大三的学生 他们来做的这样的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是个商业项目 一方面 我有两个产物 一方面是这个商业项目 另外一方面 这些学生成功的培养出来 这也是我的一个产物 所以 我只带了他们三个月 把这个项目做完 现在他们全部在程度软件员工作 除了一个女生在做测试 在三分体高做测试 其他的 有一个在诺西 诺加西门子 做C++的开发 有在任我行的 做加瓦的开发的 有在其他公司 在那个信比欧 做Donight的开发的 是09年毕业的 目前薪水没有低于5000的 事实上去年 他们薪水就没有低于5000的了 现在我知道 这六个人里头 有两个人约期已经过万了 而且他们告诉我 上帝当时跟你在项目里头 学到这些资料 这些模式 我到了新的公司 都是我去教别人 所以你完全可以 深入team leader 这样一个角色 这道视频是测试的 那个姑娘录制的 人事档案管理系统 真实版配信 首先我们请开DVD 人事档案管理系统 真实版范围呢 包括以下三个模块 员工基本信息模块 统计分析模块 网站管理模块 而员工基本信息里 包括以下七个小模块 员工基本信息 合同信息 真书信息等 统计分析里 包括三张表 人事统计表 人力资源结构表 以及通信录 而网站管理系统计分析里 我们可以看到 PPT上解释的 具有影 OK 有这几个模块 我刚刚说错了 他们好像是09年 10年毕业的 10年毕业 才毕业一年 一年多 这个小模块 输出击字典 一加按钮 这个是界面 然后点击保存 因此该角色 就具有了相关的权限 这里我们 总的来说 这是很经典的一些界面 就上面放一些配置 左边放上相应的功能模块 就这样子 包括几个 刚刚我们看 有三个大模块 其中有一个大模块 人事大量管理模块 里头有七个小模块 对吧 这里我们添加一个角色 角色名称 叫做 能够 在上级部门 选择总工丝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按比 Touch 我们测试 合同相应的系统 为了变动信息 里增加的一条 这是一个主从表 上面是主表信息 下面是从表信息 一条固执变动 因此 我们再添加一条 类部调动 选择 点击报寸 该员工就从 以前的 未知的植物 植窗 植位 调动大楼 测试植位 植物测试 离植状态 在小于上次的离植 大了我们核固执面的 第二年的时候 研修已经从 摄影时间 已经从零 四点五天 摄影的四点五天 又变无法到五天 所以这里 我们无法看到 比较具体的 研修摄影时间 这里有一点 有一点计算的工作 算法的一些 小算法 接下来 为止 你选择 新增查询条件 这里有逻辑关系 然后我们根据 这个我们按照 默认的 这种查询条件 我们是可以动态 去配置 它的这个查询条件 动态 比如说下面这里 模棍 员工内机 以及当月的一些统计 信息 用它的新 现在记录它是删除 那么 记录是 Hello guys OK 就这个系统 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对吧 就是一个 人事档案的管理 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么这个是 基本上我是做了指导和架构设计这个工作 但整个系统实际上详细设计啊 开发啊 甚至有些图都是由学生来完成的 当然在我的指导下 所以这个系统你看 至少我们的感觉是应该是个商业系统吧 而且 而且它在发布的时候 还有这么多内容 我们还有安装包 看得没有 而且还有安装必读 发布还有两个包 对吧 所以 大家要想一想 这可是六个大三的学生做的 所以他们现在 为什么做 很不错 他们去运营的时候 拿这个项目给别人一看 别人就知道 这几个学生水平不错 不像别的大三的 做出来的那个东西 一看就是个人作品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基于这样的一个项目 我们按照这个两种支持率 我们来说一下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些评估和需求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 我们在需求阶段 很好的一点是什么呢 客户给了我们很全面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文章 因为客户本身也是个软件公司 他们给了我们一份非常好的规格说明书 甚至于可以说是专业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客户的原始文章 你看这是版本控制 对吧 所以你看我们写各种各样的文档 都要考虑它是这种版本 这个版本控制 还不仅仅是放在我们版本控制系统里头 在你的文档里面都要体现出来 在哪个版本 你的需求 这算不算是我们需求变更管理 的一部分 对不对 看到没有 目录 这个目录 我后面会给大家讲 拿一些模板给大家看 在以后讲需求和设计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就项目概述 预期目标 特征要求 数据结构 那这个客户给的就很详细了 一看客户就是懂技术的 还给了一些界面的这个布局 的要求 那么好 这个东西 非常好 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认为 不方便测试 太多的文字了 不方便我们内部传播 对不对 所以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说 我们把它做了 来做需求 所以我们在需求阶段 我们看我们的 需求这个工作流 项目评估我就不说了 项目评估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之前 在这个项目计划之前 项目计划也是属于评估的 一个范围 投入多少人力 预计多久时间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项目评估 就需求前面的这一块 需求的周期级进度 看没有 好 这就是一个评估文档 那么我们现在说一下需求 需求这一块的话 我们把为了沟通方便 我们转变成了一个内部的 这样的一个UML 我们说需求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UML 一个是界面原型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UML 这几个过程 我们重点看产物 下面的三个流程 我们重点看我们的 这种协作关系 管理关系 好 看 我们在画UML的时候 就给它分成了业务功能和系统需求 系统需求就是非功能性的需求 和一些 和一些怎么说呢 和一些不是独立的这种业务功能的需求 我们再看一下业务功能 业务功能又分人事大量管理 还有这几个系统 还有这几个系统 XYZ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我现在不讲 以后讲需求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介绍 讲需求和设计的时候 人事大量系统里头 又有这么多 七个子宫的模块 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那个 对吧 这些子宫的模块 随便看一个 员工的基本信息管理 增删改查 这个是最标准 最简单的 我们再看一下添加 这就进入到我们具体的用力图了 对不对 但我们这是用肉质画的 不是用那个 star email画的 其实都是一样的 经过全线教验 员工基本信息 编辑者 录入员工基本信息 那员工基本信息有哪些呢 在这里 看到没有 你看我们需求做了多规范 然后 教验 我们基本信息录入 有一个弊填项教验 哪些是弊填项教验呢 教验对象是什么样子呢 这三个是弊填项 如果教验成功 保存 如果教验失败 则怎么怎么样 同样的 修改也是一样的 还有查询 也是一样的 你看 这个查询的时候 这个对象有点区别 你看这儿是查询条件 我们的查询条件是基于员工和部门来进行查询 但查询出来了之后 是不是要显示员工信息列表 这个为什么长得跟他不一样呢 因为他是个视图对象 就是个界面对象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不同的图标来代替 当然这个都是项目组织上的问题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把到时候那个list显示出来的这些字段 是不是都给他定义好 那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支撑我们的设计 以后你再去怎么去教验你的需求做得好不好 就是看你自己把你当客户 看我从客户的角度满意了没有 你再把你当成谁 当成设计 因为我们需求文档就是客户和设计的桥梁 然后你把你当成设计你看这个东西 能不能够支撑你的设计 那如果不能 你肯定少东西了 对吧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做了一些资源管理 你看这又是资源管理的内容 我把这个项目也用到所有资源 都给他分层文件加结构放在这边 角色 你看各个系统下面这些角色 字典 文档 问题和仕途对象 这些就是界面对象 那我刻意的把界面对象和我们的业务对象分开了 什么叫业务对象 就是你闭上眼镜 不要去看界面 不要去想界面 你想象一下这个业务 它的那个对象的描述应该有哪些项 这叫业务对象 仕途对象就是到时候要表现出来的 这两个要刻意的把它分开 我好像前面也提到过 整个要刻意的 都要表现出来的 现在又要表现出来的 这阿弥丁的